讲下楼市真相,楼市是不是真是很厉害啊?这个是好选择性,还有小部分是令你觉得是很厉害。我刚才看到,有人问我,就说经常说个楼市爆煲爆煲,好像还没啊,他都完全不觉得啊。他这个月就被业主逼他加租10%至15%。 我不知道你住哪区,或者你有没有出去真是打听一下,摸索一下那些租金,或者会不会搬,你个业主硬,不要紧要,出面那些租盘难,是地产经纪告诉你听的。 也都他们不会叫那些业主减租,一直是加强业主对于后市的看法,是有信心,他们是在做这个游说的功夫,所以令你觉得租金没落,楼价没落,但是实际上是有。 尤其是我那里,我肯个业主要租下去,已经肯落,不过我都不会跟他签,我跟他签多三至六个月,为什么呢? 即是去年年尾到期,因为我肯定啊,你现在减那个租,我洩给你,不够,那所以,看多两个月。 不过不知你顶到多久啊,个租约,真是,你说真啦元朗,四百尺租盘万二元到万六元,浪费啦,旺角都租到啦,旧点的楼,我肯定是知道啦,你说OK,四百尺,不是很久,十年流,大约万六都租到,在旺角,问题就是你去不去找?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一致行动地,觉得是好好景,大家继续不减,但是有些不够力的业主已经顶不信,要减,所以,真相是要你自己去发掘的。 现在的情况呢?有人说啦,水浸眼眉,见死不救,那你究竟是楼市是很强劲,还是水浸眼眉啊? 他说什么呢?那这个是石礼谦,大家都知道啦,他跟地产的关系很密切,看一下他怎么说啦,关于即是现在那些辣椒,他们地产界,就一直叫政府撤招,但是,但是是不是这样呢? 他就讲到,各行各业失业率推升,楼市级级可危,究竟级级可危,但明年升十个percent啊,好混乱啊我,为什么你们个个人讲话不同的呢? 坊间不小意见认为,政府应尽快撤销楼市辣椒,我想不是坊间咯,是地产界的人士咯。 大家搞清楚啦,做报道的时间,陈茂波说他坚拒切辣,谈到楼市,坚持一贯口风,指本讲的住宅需求仍然高企,担心撤销住宅市场的辣椒后,会刺激楼价上升,重新无意。 所以呢,你要卖楼,是这样吹个楼市好劲,没得跌,只会升,那现在的政府,不是以前地产霸权控制下的政府,知不知风已经转了风向,有些事世界轮流转。 他说有议员指地产市道已经死了,为政府往往要待到什么都没了,水浸眼眉,先放宽政策,促请尽快撤辣,究竟谁水浸眼眉呢? 楼市跌对政府来说不是水浸眼眉咯,乐于见到咯,一路那么多招都推不到个楼市落。 现在,你说水浸眼眉,是发展商水浸眼眉是不是啊?大家心照啦,说出来的东西,政府早前撤销工商铺的辣椒税,即买荒无需支付商倍印花税,各界更有声音希望减住宅辣椒。 好啦,为什么工商铺撤辣呢?因为工商铺被你看到爆了嘛,但是工商铺什么时候爆啊?我和你说四年前已经爆了啦,但是四年前爆了,很多业主还有,即是一些的谷种,在那顶住顶住,不减租不减价,顶到四年后顶不信。 开始银主盘和砌,租金大跌,那你们先见到咯。但是如果你四年前买了铺呢?硬食这四年呢?只是给钱,如果假设你Full Pay就没问题啦。 急铺,收不到租,白工,即是美国总统府邸,白工,工完之后现在是爆了走不掉。 撤辣之后,那个商铺价升不升到呢?升不到还要再跌,那即是说其实讲真啦。撤辣呢?那个楼价是没得升的,在现在这个水平。 撤辣之后呢?还会加速跌势的。但是在撤辣那一段时间呢?地产发展商就可以将其的卖不去那些楼盘? 推卖出来,他们套现啊,那你说,这些是属于市场的人。坊间大部分要求,定不是要求呢? 谁这么急去买楼啊?要求撤辣那些就想大力买楼那些人咯?未买楼那些人?不会要求的,买了些业主也都不会要求的,因为他已经买了喇嘛。 那你说坊间有什么人要求呢?这个就是楼市的真相啦。 讲下石礼谦议员,香港整体情况,事实上只是个别楼盘,因交通便利而销情畅旺。 讲真话,唯有更多楼盘过去一年,甚至只是卖出二十多个单位。 讲真话,那你说啦,个个说新盘销情好好啊,卖了啊,没得跌啊,再会升,那这些就真话咯。 所以说楼市真相,不到水浸眼眉已经死了呢?都不会讲真话出来的,一直都是假话。 他说只是印花税的原意是压抑楼市需求,为现时市道已经死了,市民失业,消费能力大跌,政府仍然不愿切辣。 这么好简单咯,为什么发展商不减价?有钱赚,现在赚7,80%的,赚少些就卖到咯。 为什么不减价?因为减价会累街坊嘛。死托个楼市啊嘛现在,但是卖不到都没办法咯。 这些就是真相啦,他们不会讲假话咯啦这个阶段,那你就自己去想咯。 他又批评政府等到什么都没了。水浸眼眉,是等到发展商什么都没了。 发展商卖不到的楼,水浸眼眉,先放宽政策,是,可以告诉你听, 现在政府的政策,是要等到你水浸眼眉才放宽。明白没?因为过往实在太过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